各位好 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 我是裴函 今天是2019年的6月18号 星期二 农历的5月16 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西兰全国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 明天星期三 奥克兰将会是多云天气 最高温度14度 最低温7度 霍林顿明天是多云天气 少量震雨是可能出现在上午的8点前后 气温在6到11度之间 而霍米尔顿明天将会是晴朗天气 最高温度13度 最低温只有1度 早晚的温差还是非常大的 南岛方面 基督城明天是多云天气 最高温度11度 最低温是零下1度 黄浩镇明天是多云天气 最高温8度 最低温0度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截至上个星期五 奥克兰的麻疹的确诊的病例增加了7例 上升到了目前的115例 奥克兰地区公共卫生服务局是证实了这个数据 麻疹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和潜在生命威胁的病毒性的疾病 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是奥克兰的西区 但是公共卫生部门也是表示 南区的病例也在越来越多的增加当中 在目前的确诊病例当中 大约有90%的人是没有注射麻疹疫苗的 这些人不具有免疫力 那么一位麻疹病人咳嗽或者是打喷嚏之后呢 病毒可以在周围的空气当中存活数小时 所以呢 这个传染性非常的强 卫生部门就建议 如果是怀疑感染麻疹 不要去医院 应该是打电话给家庭医生来寻求解决的办法 避免出现在人群聚集的地方 麻疹的一些早期的症状就包括发烧 咳嗽 流眼泪 眼睛红等等 那么有时候呢 脸颊 内侧还会出现白色的小斑点 麻疹呢 可以导致这个严重的并发症 包括肺炎 那么更严重的情况下呢 可能是引发脑肿胀 甚至是死亡 近年来 麻疹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呈现出了上升趋势 全世界的病例呢 也增加了三倍之多 好 我们来关注到下一条新闻 尽管现在的政府在大选前曾经是承诺 要减少新西兰瓶装水的出口数量 甚至还声称要对新西兰的这个出口水 外国公司呢 采取一些行动 但是呢 有数据显示 新西兰的瓶装水开采许可证有所增加 矿泉水出口行业甚至是呈现出了如火如荼的增长态势 截至2017年 新西兰共发放了74个瓶装水的开采许可证 而今年 许可证的数量上升到了88个 坎特伯雷地区就增加了10个之多 增加到了目前的18个 还有一个是正在考虑当中 丰盛湾的一位居民就表示 世界上第二大的瓶装水公司农夫山泉 已经在奥塔吉利地区开采了 那么这个问题呢 也在等待法院的裁决 他说 新西兰各地都存在水资源分配不均 以及水质的问题 2019年了 也没有什么变化 他说 看到政府发放了越来越多的瓶装水的开采许可证 这非常令人沮丧 尤其是在环保部的副部长本人 在2017年表示 希望紧急暂停水资源开采之后 那么环保部的副部长就表示 已经向环保部长David Parker提出了有关瓶装水的问题 David Parker也表示 政府不能够违约 但是呢 他正在考虑向内阁提交一项 关于征收瓶装水税的文件 毛利理事会的执行董事 Matt Takana就表示 毛利居民需要了解他们的运作模式 包括这个税收或者是这个使用费等等 那么这个星期呢 联合社区的水资源小组呢 将会发起一项请愿 要求政府停止开发新的 停止颁发新的这个开采许可证 以便呢 他们有时间来进行审查 他们也表示 将会有信心得到一些地区议会的支持 并且呢 也会得到毛利部落的支持 好 我们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传播基督城恐袭案视频的男子 入狱21个月 在3月15号基督城恐袭案发生之后呢 传播这个恶意杀人视频的 44岁的基督城男子Arps 今天是被判入狱21个月 这名男子呢 是一位商人 在基督城从事这个保温棉的安装工作 根据了解 他的这个企业的名字 甚至是有白人智商主义的意思 那么Arps在恐袭案之后不久呢 就被捕了 他被控两项罪名 一项是在屠杀发生后 在Facebook上向30多人分享这个杀人视频 另外一项罪名是 他让人对视频进行了修改 在被杀的人身上PS了瞄准镜 并且呢 在视频中加入了杀人计数 一份警方的报告就显示 44岁的Arps曾经说 经过编辑的这段视频实在是太棒了 那么法官就表示 他传播视频以及恶意编辑视频的做法 显示出他颂扬和赞美这种杀戮行为 法官认为 这种做法是对穆斯林社区的仇恨犯罪 认为他完全没有显示出对被害者的同情心 好 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我是佩涵 再会